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2月初发生了一件大事 2月6日凌晨 土耳其的卡赫拉曼马拉省发生了里市7.8级的大地震 震源深度约20公里 地表沿着东安托尼亚断层断裂了大约100公里 就在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 全世界有上千万人涌入了一个人的推特账号 到了第二天 浏览推文的人数暴增到四千多万 这个一夜爆红的人叫弗朗克·乌格比兹 看上去是个平淡无奇的荷兰人 然而在2月3号 也就是土耳其大地震发生的第三天 发布了一条信息 内容是这样的 迟早这个地区会发生一场7.5级的地震 弗朗克在地图上指出的这个地区 正好就是2月6号土耳其地震发生的地方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 弗朗克又发了一条推文 警告说 该地区还会有第二次地震 果真就在四个小时之后 第一次地震的震中 加急安泰普镇又发生立场 李氏7.8级的地震 一般来说 第一次地震已经释放了大部分能量 余震应该会比主震更弱 但这次余震同样猛烈 依然达到了7.8级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这两场地震的后果极其惨烈 地震波及到土耳其的33座大中型城市 整个地区有数千座建筑物倒塌 许多12层高的建筑物被移为平地 道路被毁 触目所及 建筑物的残垣堆起了一座座的瓦礼山 迄今为止 这两场地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4万人 在余震和沉痛之余 人们也生起了好奇之心 记者们赶紧去查了弗兰克的底细 弗兰克自称是一位地震学家 在一家名为Solar System Geometry Survey 缩写是SGEOS的机构公职 这个机构的名字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太阳系几何学指数调查 弗兰克说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测量太阳系内各行星之间的排列夹角 来预测地震的 目前这个研究机构只有弗兰克一个人 那真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会计兼保案 大家觉得这是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身员 这怎么看起来都不太靠谱 神通广大的调查记者们查清弗兰克的根底 原来他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地震学 或者地质学的教育 也没有在任何地震学或地质学的期刊上发表过学术文章 甚至连个正经的学历水平都是个事 原来这位弗兰克其实是一位神秘学者 是一位奥克里斯特 神秘学奥克里斯特有时候会被翻译成奥学或者玄学 在16世纪的学历水平是一位神秘学者 它包含有占星术炼金术和调动自然力量的魔法 在华人文化当中大概就是周易算卦和它比较接近 专家们觉得这都21世纪了 谁还跟你玩周易算卦那一套啊 至于地震预测 冲击量就是蒙对了 我们堂堂科学家怎么能够和这些江湖神棍混为一谈呢 其实在几个世纪以前 神秘学者那绝对是能当大雅之堂的 柏拉图布鲁诺牛顿这些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曾经是神秘学者 那这个神秘学他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他的开山之祖是一个叫做阿巴里斯的人 阿巴里斯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一位神人 首先在希腊雅典城里传道授业解惑 之后阿巴里斯来到了黑海北岸 传授他的占星术和各类知识 还带了不少弟子 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古希腊数学家 毕达哥拉斯 阿巴里斯就相当于是西方历史中的鬼谷子 许多名人号称出自于他的门下 现在维基百科上所列的阿巴里斯的门人部分名单 从教宗哲学家再到科学家 央有尽有 除了我们上面列举的毕达哥拉斯等大咖 还有中世纪的许多医生 数学家炼金术士还有占星术士都是他的粉丝或者门徒 直到19世纪阿巴里斯的门派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 叫做神秘学主义者 从此神秘学者就和巫婆神汉挂上了钩 阿巴里斯的黄金剑也摇身一变成了扫帚 成了童话故事里邪恶女巫的标配 尽管他不是什么科学家 而是个神秘学家 但是人们纷纷点击弗兰克的社交媒体 弗兰克在准确预测2月6号的土耳其大地震之后 他的推特粉丝数一夜之间暴涨了100万 土耳其地震发生几天之后 弗兰克在油管上又发布了一段视频 他说水星金星还有天王星将合体 太阳和土星的红线向下在这里汇合 这些星象标志着中美洲周围会有波动 另一个波动的区域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 以及我们中国的西部 他说发生波动的那些地方将预示着有地震 这期视频在发布7天之后 已经引来了大约30万观众观看 当然各路科学家都对弗兰克的说法嗤之以鼻 立刻有天文学家站出来说 行星的位置和地震那没有半毛钱关系 因为所有的行星引力加起来都远远小于月亮 对于地球的引力影响 而月亮只能对地震产生极其微弱的影响 但名人正派科学家在互联网上从来都是弱势群体 网友们不买他们的账 实际上世界上的人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国内也被疫情时候的各类专家搞得云头转向 甚至自己找一些偏方来瞎琢磨 自然地震也有瞎琢磨的人 中国四川的一位网友发布了一则视频 显示自家平时正常的水景突然开始自动出水 根本就止不住 还有四川一位成都的网友拍到了成都街边一棵大树上 成群结队的鸟群就像发了方一样往树里面钻 南京也有网友拍到街头出现了黑鸦鸦的乌鸦群 铺天盖地极度碎人 之所以大家现在很留意这些短视频 是因为在土耳其大地震发生之前 震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比如人们看到一群群的鸟儿像眉头苍蝇一样 嘶儿哇乱叫 几座一团 天空中还出现了蓝光 网友们都想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地震的先兆啊 不过四川有一位专家是成都野保专委会秘书长 叫乌家伟 他跳出来说大家稍安勿躁 成都的这棵树很可能是一棵叶西树 也就是鸟儿选择来睡觉的天然大床 大伙挤在一块可以取暖也可以预防天敌 这和地震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大家要不信摇不传摇 也有南京地震局的专家出来提谣说 目前地震局的数据显示没有任何异常 不会发生地震的 大家不必惊慌 而且动物异常 它并不一定就是地震前兆 天气和环境等等条件的改变 都有可能引起动物的异常反应 确实从理论上讲 这几位专家说的都没错 现在科学家们所总结出来的地震前兆现象 包括有地震波速度变化 地壳变形 地下水位异常变化 地磁变化 地光等等几十项 其实在很多地区是设有地震预警系统的 在近几十年里 墨西哥 土耳其 意大利 法国 这些有比较频繁地震活动的国家 都在局部范围内 铺设了这种预警系统 地震预警系统工作的主要原理 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地震波 其中有两种波需要关注 一种叫做初级波 一种叫压力波 因为这两个词都是央文字母P大头的 所以他们俩就被统称为P波 这个P波的特点是它伤害性最小 但是速度快 跑得最快 在地震发生几秒之后 就能够从地底传到地表了 从而被地震仪给监测到 换句话说 地震仪能够在地震到达地表之前的 一两分钟之内 检测到P波 从而给出地震预警 给人们提供极其宝贵的短暂逃生时间 然而土耳其正端坐在安纳托尼亚板块上 板块在北面和欧亚大陆之间有一条断层 在东面和阿拉伯板块相接的地方 也有一条断层 而这个预警系统是安在北面断层上的 而发生地震的地方是在东面的断层 所以预警系统就没有起作用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即便系统起了作用 接到地震报警之后 政府应急部门立刻广播出去 人们听到以后也没有一刹那的犹豫质疑 它得是经过长时间避灾训练的民众才能做到这一点的 做得到也只能是相对减少灾害损失 这方面日本做的最好 而土耳其嘛就差劲一点了 而且地震预警一测到辟波 还得有一个苛刻的条件 就是地层内不能有液体 如果有液体的话 那就不行了 因为屁波通过液体的时候会发生折射 就像光透过水一样会发生弯曲 那屁波就会完美的避开 地震仪就检测不到了 等地震都震得东倒西歪了 地震仪都还会纹丝不动 虽然预警系统能够提前一两分钟发出警报 可是时间太短 并不能够给人们提供足够的避灾时间 当然不妨网友们调侃的段子 我研究了一个那个什么 前两天我跟你们商量 那个地震预报系统 地震预报 就万民于水火 安上我的东西 反正不便宜的是吧 那得有成本 全部系统三千来万 真敢花 你想灾难面前钱算什么 就民于水火 三千来万 差好了我知道 我这个预报系统地震 好地震前五秒预报 那来得及跑来不及啊 预报完了也得杂子里头啊 几十秒内我可以穿上衣服 至少穿上裤子 这个四秒足够 然后把笔记本电脑塞进背包 甚至来得及把电源鼠标都戴上 这个五秒就够 然后把钱都戴上 甚至来得及把刘慈欣的三集小说也装起来 这个五秒够了 然后带上水 这个很重要 再带上酒壶 地震完毕后 站在废墟边 一边和压在底下的人聊天 一边喝酒 这个五秒够了 洗发水和香皂 装进背包 并且用梳子弄一弄头发 地震发型不能乱 这个五秒可以 目前一共用了24秒 当然你还可以拿两秒多的一件衣服 因为地震完毕后 很多女孩来不及穿衣服就逃出来 你看上哪个美女就过去给她披上一件衣服 她一定从了你 这个买卖很合算 哈哈 两秒就够 目前26秒 剩下的时间 你就跑吧 很浪漫的一次逃亡 然而事实上是 你头一天晚上喝高了 正蒙头大睡 被刺耳的警告声吵醒 从床上一挺身坐起来 就头痛欲裂 天旋地转 请问你又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要能提前十年 欲言欲情的爆发 那你一定是欲言界的大神了 但是灾害预测不是这样 比如你提前三年说 从今天几三年之内 这个城市要发生大地震 难道说把这个城市的人们都疏散了 三年啥也不干 等地震完了 大伙再回来 或许不等到地震到了 经济就先震了 房子没垮 老百姓的生活就先垮了 你这就不叫避灾 叫制造灾害了 所以灾害预测这个事 在时间上得准确到几天之内 最多是几星期之内才有实用性 然而截止到现在为止 除了像弗朗克这样的神秘学者外 还没有哪位科学家能做到精准预测 大愿未来又可以预测地震的科技研制出来 这样可以省去昂贵的地震预测设备和人员费用 拯救苍生与地震水火等灾难之中 然而能不能尽快的做出来 不好说啊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